大家好,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死时 可是今天没有月亮,这几天都阴天 为什么总晚上出来录呢?因为白天太热了 再加上有太阳,很难录 所以都是快黑天了才能出来录一下 一个是凉爽,凉快 二一个是太阳落山了 对面没有刺眼的阳光才能录出效果来 但是也有个问题,如果录到太晚的话 就变黑了,画面也不清晰了 那么这个视频简单说一下华为的问题 就是鸿蒙,鸿蒙系统即将发布 8月10号就要发布了 那么目前鸿蒙系统主要是在工业应用 还有家庭设备,譬如电视 譬如汽车 还有一些穿戴设备 主要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在智能手机上拥用 那么华为的于成东也说了 那么鸿蒙并不是为智能手机准备的 这个说法也比较准确吧 那么鸿蒙是兼容安卓的 当然要比安卓快60%了 其实手机也是能用的 它兼容安卓 但是它不,对吧 以安卓为唯一 就是它的应用范围比安卓更广 这里解释一下 那么很多人说这个华为 对吧 这个鸿蒙之前吵得很热 是吹牛逼了等等了 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手机系统 对吧 做起来并不难 当年微软也做过 三星也做过 都做出来了 效果也可以 也不错嘛 不比安卓差在哪里 那问题差在哪里 差在生态链上 那么生态链的建设 不是一天两天的 在之前 那么在川普极限施压 这个安卓 华为或者国产手机 不能用的时候 对吧 那么鸿蒙就必然要推出来了 那么现在呀 对吧 华为解禁了之后 安卓可以继续用了 那就没有必要 硬推鸿蒙 因为生态链的打造 不是一天两天的 像之前我也说过这个事情 我说那个 其实你像小米了 OPA Vivo了 它其实不太想用鸿蒙 他们也是手机制造商 和华为之间 存在着巨大的竞争 那么如果又用了 华为的系统 对吧 而且华为这些年 给他们造成的 威胁是很大的 说实话 华为的手机增长 比他们多快 那么他们又用了 华为的系统 肯定受制于华为 其实从整个中国的 手机产业来讲 对吧 单纯从竞争的角度来讲 有利有弊 这里就不详细分析了 有它的利 也有它的弊 那么当时 对吧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安卓不给华为用 对吧 那么下一个很容易 就是小米 就是OPPO 就是一加等等 就是国产手机 一个也跑不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国家应推 那么 鸿蒙这个生态链 至少在国内 是能打造的起来的 要以国家的力量应推 但是 对吧 川普解禁了之后 就没有这种必要了 至少 至少说 这个问题不是迫在眉睫的 对吧 也就是说当时 要上鸿蒙 对吧 是面临着那种 巨大的外部压力之下 那么鸿蒙的推出 在手机上 或者在生态链的打造上 应该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的 但是外部极限施压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 你必须得马上推出来 来应对外部的打压 那么当外部达成和解之后 对吧 那这个过程 不妨让它慢慢来 而且鸿蒙系统在国内 目前主要在工业上 在家庭设备 穿载设备 包括汽车上应用 对吧 这也是 回到了它的初衷吧 而且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些领域 因为手机是大部分人 普通群众 每天都要拿着的 你都要用的 那么大部分人 关注度比较高 但事实上 这个工业应用 对中国 乃至在对世界的产业发展 才是最最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鸿蒙在工业开发上 对吧 能做得更好 才是更加有意义的 那么包括未来的手机 发展到哪里 那么很多人说 要发展到穿戴设备上 咱也不知道 因为很多事情不能预言 因为我们从过去的历史来看 有的预言对了 有的预言又未必对 有的很火的预言 对吧 也未必对 就像功能机的时代 很多人预言了未来的手机 但是和今天 我们看到的智能机的差别 还是很大的 就是说 为什么预言未必有用 因为这个手机 包括其他的东西 你发展到什么方向 它靠的是产业 一点点的进步 而且这个产业的进步 不是一个产业 你说CPU也好 散热器也好 电池也好 是多个产业 齐头并进 共同存在一起 形成了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所以没有人能把这么多的产业 都搞得那么清清楚楚 所以从 我们又可以说吧 未来呢 又不那么可测 就是也可能可测 也不是那么的可测 很多事情就是个黑天鹅吧 大方向吧 可以了解一个大的方向 但是具体的内容和形式 基本没有人能够判断的对 那么再回到鸿蒙 也是一样了 那么华为的鸿蒙 也是一样了 在川普的极限施压 至少对 华为在安卓上的 这个极限施压 基本上已经解除了 那么国产的手机 能够继续使用 安卓系统的情况下 对吧 那就没有必要 强推这个生态链了 那么之前鸿蒙的炒热 只是让美国知道 你进了我 我也有东西用 我不是没有东西用的 这也是鸿蒙存在 至少在智能手机这一领域 所存在的巨大的意义吧 但是像前面说的 未来不好预测 那么未来华为的系统 对吧 会不会在国产手机上 进行推行呢 甚至推到全世界呢 谁也不敢讲啊 也可能 对吧 这个东西啊 在不远的未来 我们就可以见到 那好 今天的视频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请订阅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